十 唯宋何益之友 詩詩文於社會之勇 造詣立眾者 視為轉之化實也 在社會中 有這樣一種偏見 往往認為 一個人有知識 有才華 就是人才 實際上 這是很大的錯誤 任何人 不管他知識有多麼豐富 才華多麼出眾 無論是古代通讀四書五經的保學知識 還是現在的大學生 如果不能把所學到的知識 付諸於社會的實踐 這種人 都是不能被稱為人才的 因為 只有把所學的知識 運用於社會實踐中 用自己學到的知識 造福於人民 造福於國家 造福於社會 這才算是真正的人才 否則 只埋頭讀書 將知識 收藏起來 不會運用 會一事無成 甚至 連自己 都無法養活 更不要說 利益大眾 為社會服務了 這樣的學識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說 唯宋文章是無知 如果 將書本知識 用於社會實踐 將科技發明 和創造 轉化為社會生產力 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為社會大眾 謀利益 這就叫 轉知化石 就成為 真正有益於 人類社會的人才 把性能探製 跟生活一座 解釋 總結束 總結束 解釋 10 能很多 不